伊拉克誘發拉底河沿岸近日出現詭異狀況 成千上萬的養殖鯉魚幾乎在一夜之間神秘死亡 大量的鯉魚漂浮在養殖場 魚絲塞滿整個河道 淒慘畫面樹木驚心 養魚戶們看到這個狀況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瘋狂地把鯉魚從河中撈出 政府也出動挖土機協助民眾清理 並在現場拉起警戒線 值得關注的是伊拉克水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無法解釋的上萬鯉魚一夜蠶食現象 加劇了當地居民對水污染飆升的擔憂